開,開的第一筆也是厚實的 但是有加一點點弧度 那寫字啊,招夢弧行速動作很多 所以有些筆畫並沒有說一定非怎麼寫 那是招夢弧行凱的特色 當然它還是有基本的樣子,不會差太多 但是在基本的樣子以外 還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變化 好,這間隔都要抓好 那中間是細細瘦瘦的 剛才這樣看來外面都是粗的 然後這邊都是細瘦的 因為它很喜歡碰到 一般來講我們是不會碰到 那以前的開是一個頸 現在開不是頸 以前開是有伸出去的 直一點按著旗鼻拉動後面稍微滑動 這種寫字啊 要保持那個線條 書法的生命其實就是那個線條 結構 結構 線條 好 用力按彈上去 逆上去 順下來 都上去 非常長 帶上來 滑過來 再拉上來 點 點 點 好 7 點 哇 刮動過來 上面伸得很長 下面這倒是 扭轉的時候比較短 稍微拉下來一點 有點斜 有點尖尖斜斜的 看起來比較好看 7 觸 觸 上面是短的 靠左邊 然後這個撇刷得很開 但是後面還送到底 不要虛掉 虛掉就可惜了 撇過來以後 這些細細瘦瘦的 然後這邊筆畫都細 而且要細細 差不多只有它二分之一而已 用力一下 好 這裡又是來一個厚實一點的 但是它這裡比較偏中鋒 有點彈性的中鋒 有些字是貶側的筆畫 筆法 有些是中鋒筆畫 像這個中鋒 帶起來 然後順勢 拉出去 送到底 好 這個點 我好喜歡多點一點 平衡用的 觸 9 這個9 好可愛喔 先起筆歪了 哎呀 拉得很長 張上去 折下來 架上粗細 然後這個地方有點扭轉 翻上去 好可愛 這裡寫得非常輕盈 但是有刮動的感覺 起筆滑下來 這個納 哎呀 隨隨便便的感覺 其實不是隨便啦 沒有固定的形態 的納 圓近 多起來 中間的筆畫 通常不要靠得太遠 要近一點才緊湊 其他的筆畫都很容易稍微碰到 趙孟虎就是喜歡這樣 稍微碰到一點 右邊的這裡都非常長喔 不要忘了 一般人在寫的時候 右邊都會寫太短 有點可惜 會 眼 輕輕的一點 帶一下 點 拉動 挑上去 點 好 他點都喜歡拉成這樣子 好了 沒關係 找寫 翻過來 好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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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筆畫比較直 用過來以後 按下去 馬上變瘦 出息差距之大 不可以轉動 弄上去 滑回來 把它寫好 有時候不出風啊 不出風的原因是因為 刹車可以點回來 所以 有時候這樣來看 有些撇是為了要回來 所以他會 弄得頓頓的 眼 唱 這個口非常可愛 寫得非常的高啊 這個大家一般人不會這樣寫吧 寫那麼高 然後竟然 唱的時候 降下來寫 等於那個是懸在上面的 可能一般人不能接受 但是一定要照著寫 因為你還沒有權力批評他寫得好不好 好 趙門虎這麼偉大的說話 家裡說他寫得不好 那世界上還有誰寫得好 所以一定要照著他去寫 不要看他說不順眼 沒有這一回事 唱